它的含义非常的丰富 就是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本质是什么 教会的功能是什么 教会存在在这个地方 是为了什么缘故 然后我们这个的教会 跟其他的教会在灵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的连结 这个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去问自己 不断的去学习的 以至于我们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过得踏实 我们会过得精彩 即使会遇到挑战困难 我们依然知道 因为这个是主的教会 我要在当中来参与 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并且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有一个的头 这个基督的身体有一个头 就是耶稣基督 这样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奉献 各方面就变得是真正 有那个实质的意义在当中 当然当我们在问这个神学的问题 教会是什么 最好的一个的方法 当然就是从圣经去学习 因为这个是神留给我们的 而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信约 因为教会是在信约才有的 在旧约里面称为上帝的子民 在信约称为教会 当然在信约里面 有很多关于教会的一个的教导 有学者去统计 关于教会 圣经里面用了多少的图像 刚才我提到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然后刚才主席报告的时候 他也讲了一个 上帝的家 大家的家 那些学者去统计 一共用了超过100个 图像来形容 什么是教会 大家知道吗 在信约圣经里面 当然很多地方是有关于教会的教导 但是却有其中的两章的经文 是耶稣亲自写信 当然透过他的一个使徒 等一下我们会非常详细来讲 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不是在什么情况里面 耶稣无所事事 然后就很想念这些地上的神的子民 要写信给他们 不是的 在这起诉录第二章到第三章 耶稣透过这个的使徒 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 是跟当时教会发生的事情 跟当时教会处在的处境 跟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些内忧 外患的一些挑战 是息息相关的 也跟当时罗马帝国 大必不教会 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写信给这七个教会 所以我们就能够从当中很好的去学习 很直接的 耶稣对他的教会的信义是什么 耶稣对他的教会有什么期望 当教会做不对的时候 耶稣会有什么反应 当教会在困难当中 依然持守信仰的时候 耶稣的信是怎么样的 时间过得很快 在过去四个的 我在大家当中的时候 我们走过旧约这个约拿树 一系列的 在今天再加上未来的七次 我们就会一系列的来查考 这个起书路的起教会 当然当我们讲到起书路 起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直接就去到 这个第二章 因为第二章就开始了 第一个教会 以福所 然后接着下去 士美娜等等等等 一直到第三章 我们还是必须要从第一章 这边来开始 第一章就是整个 起书路七教会的 一个的introduction 一个的影员 告诉我们 在怎么样一个情况里面 耶稣以怎么样的 一个的形象 托付或者交代 这个的约翰 写信给这七下教会 也告诉我们 起书路第一章 告诉我们 当时约翰 是处在怎么样的 一个处境里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晚上信息的 这个的内容 在今年的四月 我就有机会 带了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 实际去到 这个土耳其 去教会 这去教会 就是在今天 土耳其的 西边的地方 我们亲自去那边 去思考 去灵修 我在那边 跟大家讲解 这个圣经的背景 然后带领大家 来做一些的思考 来在灵里面 真正的走入 这个圣经的当中 来领受 那种的教导 哎呀 这个的 启示录器教会 对我来说 我教导信悦 超过二十年 哎呀 可以算是 有一定的认识 或者一定的熟悉 但是当真正的脚 踏在这些的地方 就是吸了 耶稣写信 给他们的 这些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们去的时候 很多都是 已经是废墟了 所谓的废墟 就是剩下石头 剩下几根柱子 断了的 等等 但是当我们 真正在那边 重新在思考 当年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非常的激动 至少我自己 是非常的激动 那个时候 在旅游的巴士上 我的太太 坐在我旁边 她告诉我 你知道吗 那几天 你的夫妻 我在你身边 我都听得到 你是那么的 感觉到你是 那么的高兴 那么的兴奋 我说是 我真要把那一份的感动 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要跟马来西亚的 弟兄姐妹 彼此的来分享 所以接受下去的 一些的 一系列的讲章 讲到 我们就是讲这些的事情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再一次 奉耶稣的名 聚集在你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一个 又真又活的上帝 因此我们愿意 委身在当中 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奉献 我们对圣经的 那种的顺服和领受 来宣告 你就在我们当中 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特别是我们求主 引领我们 即将要开始 这一系列 有关于教会的 一些的信息的时候 帮助我们 能够在当中 得着 这个你自己 对教会的旨意 期望 还有你对教会的 一些的提醒 我们在当中 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能够奉 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间 荣耀神 荣耀神 使人得到益处的 一个的教会 一个充满见证 充满传福音 宣教热诚 充满敬拜的 一个的教会 我们在你面前 等候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我想邀请你 真的把圣经打开 我们来打开 启示录第一章 这次很容易找 启示录在哪里 启示录就在 整本的圣经 最后一卷 但是我们从 第一章开始来讲 我们作为 圣经老师 我们时常强调的 一样事情就是 圣经是在一个 特定的时空 所谓时空 就是时间跟空间 时间就是历史 空间就是地理 它是在一个 特定的时空 在一个特定的 处境里面写成的 它不是无端端 飞出来的 它是不是无端端 就是写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因此我们必须去明白 当时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有这样的 一个圣经的记载 然后 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到 在过去的一个 多月里面 当这个以色列那边 打仗的时候 就开始很多人 跑出来讲 有关于世界末日 圣经的预言的东西 当然这些 都在圣经里面 有提到 但是启示录写成 很多人喜欢用启示录 来去 为世界末日 来编一个时间表 哇 这个发生了代表什么 这个发生了代表什么 我们先要明白 一件的事情就是 启示录的写成 不是只是为了 今天的我们 它最初最初 是为了当时的教会 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认识 知道当时到底 教会发生什么事情 以至于有 启示录的写成 然后才把当中的 一些属灵的教导 apply 或者应用在 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 请大家打开 启示录第一章 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不从第一节 讲到 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我们只从这个的 第 第九节开始读 第九节 我们一直会读到 最后一节 就是第二十节 那你就打开 我读给大家听 你就认真的听 因为在一些地方 可能我停下来 稍微做一些的讲解 我约翰 第九节开始 第一章第九节 我约翰 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 患难国度忍耐里面 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了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我后面 有大声音录 吹号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语 以符锁 斯美娜 别加摩 退啊退啊 撒底 飞啊铁飞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第十二节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 发生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 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持垂到脚 胸间束着静带 他的头与发 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 锻炼光明的头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 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 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热 方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这样死的一样 他用右手 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那我是末后的 有时呢 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则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硬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要写出来 最后一节 软到你所看见的 软到你所看见的 在我右手这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各位这边呢 就提供给我们 整本的起书录写成的一个的背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写成的 我们继续把这个圣经 就是把它打开 你不要翻起来 因为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一些其他的地方 我们把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 分去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让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一节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托付 托付就是交代你一样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 然后要去完成 我们先来看看刚才说 在第九节那边说 这个约翰在那个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原来这个启示录的事情 所看见的异乡等等 都发生在这个所谓的巴摩岛这个地方 巴摩岛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的地图 巴摩岛其实就是离开这个以福所不远 这个土耳其的岸边 就以以福所来做一个的起点 不远的一个的地方 大概是三十公里的一个地方 的一个的海岛 但是很奇怪 因为政治历史的缘故 这么靠近 这边是属于 今天是属于土耳其 但是巴摩岛却是属于希腊的 巴摩岛是怎么样的一个海岛呢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岛 它是几百万年前 海底的火山爆发 所以爆发的时候 有那个溶浆喷射出来 但是这个溶浆一遇到 冰冷的海水的时候 就凝固了 凝固了呢 就成为了海岛 我不知道当中你们 有谁有去过 韩国的激州岛 韩国的激州岛的形成 大概就像巴摩岛 所以在韩国这个激州岛 你会发现那些石头呢 很多有洞有洞的 就是那个 岩浆喷出来的时候呢 那些bubble来的 那些空气来 trap在当中的 这个巴摩岛呢 就是一个当时春草不生的 一个荒岛 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呢 来放逐 或者是囚禁 那些呢 蛇恶不赦的大罪人 或者是大坏蛋 或者是对罗马帝国呢 很有威胁 或者不服从罗马帝国的 那些的死囚 死囚的意思 就是关在那边 直到死为止 而当时呢 因为教会正在遭受到bubble 所以在第九节那边说呢 他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啊 和你们同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你们一同有份 我为什么会在巴摩岛呢 因为我为着上帝的道 我为着给耶稣做见证 以至于呢 我现在被关在巴摩岛 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是当时信耶稣的代价 当然这个约翰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 我们都认为 他是死图约翰 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 那一个 也是写这个 约翰福音的那个的作者 也是写约翰一书 二书三书的这个的作者 但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一个 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老人家还因为 这个信仰的缘故 当然他也是 当时教会的 这个的 阿头 就是老大 一个大家得高望重 大家都尽重的 一个的 长老 他就被抓了 关在这个的地方 这个是 巴默岛 就是在人看来 教会是那么的 软弱 教会是那么的 处在绝对的 弱势 而罗马帝国是 这么的强大的时候 连你们的阿头 连你们的牧师 连你们的这个 长老 都被我们抓了 关在这个 巴默岛里面 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 死下最后的一个 就在人认为 教会在没有任何的 作为的时候 在人看来是困境 是失败 是绝路 是在这个强大的 罗马帝国的 势力之下 在没有任何的 作为的时候 也教会 每一个信耶稣的 都被这个死亡 来笼罩的时候 主耶稣 复活荣耀的耶稣 在异象当中 向约翰来显现 并且吩咐他 写信给当时 这亚细亚 亚细亚就是 今天的土耳其 这七个的教会 耶稣啊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写信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囚犯 我年纪一大把 九十多岁 其实真的不用猝死我 活多几年我都死了 我能不能活着 离开拔木岛 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还有什么作为 到底当时 约翰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算他 当时有这样的念头 闪过的话 当他回头一看 谁跟他讲话 他看到 一乡当中的 这个耶稣的时候 他这个想法 一定消失无中了 这个老约翰 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就进入我们的第二段 第十二节到十六节 耶稣的一个显现 耶稣的一个荣耀的 一个的显现 所以当这个约翰 一转过身来 他要看看 谁向他说话 他就看到 这个曾经 他跟随过的 耶稣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约翰 跟耶稣的关系 是很亲密的 他甚至是这样的 来形容自己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三番四次 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 耶稣所爱的 那个门徒 但是当现在看到的 这个耶稣 他感觉熟悉 但是好像又有一点不同 什么不同呢 各位你知道吗 当我们去看 查考福音书的时候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当然那个犹大早就跑掉了 只有约翰 是在十字架下面 看着他的老师 被钉十字架的 当耶稣 耶稣侧身楼体 今天我们看 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些 电影也好 图画也好 画家画出来的也好 都看到耶稣钉十字架 至少还有一块布 当时是没有的 就是用一个 最羞辱的方式 用一个最痛苦 却是最慢死的方式 如果砍头很容易 0.1秒钟就完了 钉在十字架上 是要受尽痛苦 受尽羞辱 高高地举起来 每个人都看了 车身都体了 约翰就是看着他的老师 当时他看到了 老师是头戴经济冠冕 满脸鲜血 满身伤痕 被那个罗马的 边边上去再一抽 整块肉都会被抽出来 而且耶稣这整夜被鞭打 耶稣好像那么的 无人为力 非常非常软弱的 钉死在十字架上 咽咽一喜 咽咽一喜 最后死了 我相信当时那个的情景 对这个的 当时年轻的约翰来说是 刻骨铭心 是非常深刻的 在他的心里面 有耶稣 这样的一个羞辱 这样的无能被看起来 那些人笑他 耶稣啊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现在下来吗 你下来了 我们就相信 很简单吗 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吗 好像 我们的有神迹发生 我们就相信了 耶稣你就下来了 但是耶稣 好像非常无能为力 非常软弱 但是 现在他看到这个耶稣呢 他现在看到的这个耶稣 他尝试用人的话语 来去描写 他所看到的耶稣 我相信他所描写的 还有一些画家 尝试从他描写 想要画出来 都不到当时真实的情况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但是他就是尽量 要用人的这个的话语 来描述当时 在巴默岛 在暖落的时候 在患难的时候 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的时候 看到了耶稣 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 他用了八个句子来形容 这八个句子呢 分别就形容 突出耶稣不同方面的神性 我很快地一个一个讲 就不详细地进入里面 比如说他看到耶稣 这个是穿着长衣 绑着一个金腰带 这个是典型的 以色列人大祭司的 那个的服装 表明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为我们献上那个 把他自己献上 成为那个赎罪祭 并且每一天为我们戴球 耶稣 他看到了耶稣 头和头发都白了 白色的 还不是因为耶稣老了 这个是在形容耶稣的那种神性 那种的尊容 和那种的生命 他看到耶稣的眼睛 好像如火 火焰 表明了耶稣呢 是拥有那种洞察力 他看透我们的心 他看透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耶稣的脚如铜 这个铜 锻炼过的铜 就是在火当中 经过熬炼的一个铜 表明耶稣是走过这个的患难 耶稣跟你跟我一样 他都走过人世间的患难 甚至他也走过这个的死亡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 他看到耶稣发出的声音 如种水的声音 他一点也不陌生 这个种水的声音 是形容海浪 拍打 岸边那些岩石 那个声音来了 就是在拔木岛 他每天会听到的 耶稣的声音很响亮 代表耶稣那种的王权 那种的权柄 然后他看到耶稣呢 右手拿着七星 后来有解释 七星就是这个教会的使者 耶稣是教会的主 他拥有治理教会 管理教会 甚至是管教教会的 当然也有保护教会的王权 他看到耶稣的口中 发出一个两刃的利剑 这个两刃的利剑 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帝国里面 在一些的城市 住着一些的总度 就是最高的官员 我们接着下去 去个教会里面 会提到其中一个 比如说这个的 别加摩 这个的城市 就有一个总度 这个总度是佩戴一个剑的 当他把剑拿出来的时候 当他在审判案子 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看到法庭是 这个法官用那个锤子 他不是 当时是 把这个剑拿出来 拿出来 如果他翻这边呢 代表这个人有罪 如果他翻这边呢 代表这个人没有罪 简单来说 这把剑呢 是代表了 拥有审判死跟活的 那种的权柄 耶稣拥有这个权柄 当然 圣经里面的描述 两人的利剑 也代表神的道 刺进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明白 最后 耶稣的脸发光 代表那种神圣 那种的荣耀 那种的圣洁 此外呢 约翰也看到 耶稣行走在 七个金灯台之间 各位我们不是约翰 我们只能够 从他的这个描述里面 尽量发挥想象力 也透过一些 画家尽量地去表达 但是我们要庆幸 我们不是约翰 你看看 当约翰看见异象之后 他的反应是怎样 第三段 我们来看 第十七节到二十节 渺小卑微的罪人 怎么样能够 直接面对面看 这个圣洁荣耀的主呢 各位在圣经里面 从旧约到新约 特别在旧约里面 即使是 这么有能力的 以利亚先知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谁是以利亚 我只要提 他在那个加密山 跟四百位的 八立假先知斗法 那件事 你就立刻知道 谁是以利亚 即使是这么 强有能力的 神所选教的仆人 这个以利亚先知 是一个很伟大 很有能力的先知 当上帝显现的时候 他都不敢直接看上帝 他要用一个衣服 盖住自己 所以当这个约翰 一转过头 一看到这个 复活的耶稣的时候 他立刻全身无力 圣经他描述 我像死的一样 扑倒在耶稣的脚前 然而耶稣的 接受下来的 讲话 行动 真正安慰了 这个在患难当中的 老约翰 我们来看看 特别是第十七节 跟十八节 耶稣用右手 按着他 安慰他说 不要惧怕 为什么不要怕呢 你说不怕就不怕 所以耶稣继续讲 为什么不需要怕呢 因为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 跟阴间的权势 这个的钥匙 耶稣在这边一开始 就表明 告诉约翰 他就是那个 旧约里面 那个自有拥有的上帝 所以我们看回 这个第一章前面一点点 第八节 第八节各位 来我们来看第八节 主神说 或者主上帝说 我是阿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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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个是 自有永有 是旧约里面 上帝启示他自己 介绍他自己的一句话 也就是这个的意思 第八节 什么是阿拉法 什么是阿拉法 什么是阿拉法呢 他是希腊的字母里面 第一个字母 阿拉法 最后一个字母 Omega 就有点像 如果我们英文 第一个字母是A 最后一个字母是C Z 这样 他就表明 上帝的表明 我是从起初就开始有了 一直到最后 都还在存在的 是悉在 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而耶稣 这个意乡当中的耶稣 就把主上帝 这番话 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就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你说 这个对约翰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并且耶稣继续说 我是那存活的 存活 继续活着 一直活到永永远 他说 我曾经死过 跟你们一样 就如当年 你看的一样 但是呢 我现在活了 我现在活 是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呢 我拿着死亡 跟阴间的权柄 这个对这个 在巴默岛的约翰来说 这个对当时那些 处在危机当中 死亡阴影 威胁当中的宗教会来说 是多么大的 一个的意义 各位 它的意义在于 原来 生命跟死亡 不是掌握在 罗马的皇帝手上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 要基督徒死就死 把基督徒丢在斗手场里面 给野兽咬 钉在十字架上 用火烧等等 好像死亡的权柄 在他们的手上 死亡的权柄 也不在那个强大的 罗马的军队的手上 耶稣说 死亡硬件的钥匙 在我的手上 而且他说 我拿着 那个死亡跟硬件的钥匙 这里的哪又有意思的 那个哪不只是这样 这种的哪 是把它完全放在 手的掌心里面 紧紧地掌握住 耶稣说 我才是那个 掌管生命跟死亡的那个 这个硬件的门 这个死亡的门 如果我不开就不开 我要开才开 所以各位 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对这个约翰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个的安慰 约翰为什么会这样 落在这样的一个患难里面 他说 我是因为为耶稣的道做见证 当我们一讲到见证的时候 立刻会想起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耶稣最后讲的那句话 你们得到能力的时候 要在 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拳地 撒玛利亚 直到第一级 做我的见证 各位这个见证呢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 它的意思是 它的字叫做matu matu后来就成为 寻道的意思 寻道是什么意思 寻道就是 为复印的缘故 因为我继续坚持信耶稣 结果生命没有了 被杀死了 被处死了 这个叫寻道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很多寻道的人 matu 原来当时为耶稣做见证 就是准备 付上生命的代价 哇 你说这样还要信耶稣 心来做磨 但是呢 耶稣告诉我们 因坚死亡的权柄 在祂的手上 而祂自己在那个 活到永远永远 并且能够把这个 复活的生命 赐给我们 以至于今天 我们虽然在世上 还是有遇到困难 有遇到挑战 有遇到危机 有遇到患难 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在今世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耶稣的安慰 耶稣的保守 还有耶稣赐给我们 别人 还有任何的东西 都不能够拿掉的 那个的平安 这个就让我们 去进一步的思考 耶稣说 所以呢 所以吗 如果有所以 一定要看回前面 因为耶稣就是 这个复活的耶稣 耶稣是那个 掌管生命的主呢 所以 你就要把你所看见的 现在的事 和将来的事 都写出来 这个就成为 今天我们手上 拿着的这个的起始路 所谓你所看见的 就是当时 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 约翰所看到的耶稣 所谓现在的事 指到当时的现在 就是当时 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罗马帝国的必复 撒旦的能力 还有信徒们的那种 用生命的见证 将来必成的事 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 所以各位 我们读启示录呢 不要只注重在这边 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世界末日的事情 或者耶稣再来的事情 而是先要从开始 教会的出景里面 我们能够从 今天这段的经文 做一些的反思 从刚才那三段 耶稣怎么样 把使命交给 这个老人家 又在这个 把墨岛里面 耶稣把使命交给他 第二 耶稣荣耀的显现 第三 刚才我们看到了 耶稣给我们的 这个的安慰 当然也是给当时 这个老约翰的安慰 对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大环境 不断地在改变 我们的 对我们的教会 又有什么提醒呢 第一 我们来思考 挑战中的教会 那些凡是 忠心于主的教会 在教会这接近 两千年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 悠悠闲闲过的 从来没有鸟语花香 风和热利益 凡丰盛 没有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在 社会里面的那种的 生活方式 跟 罪恶世界里面 那种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 是可可不入的 大家给 under table money 因为容易做事情 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不能了 大家有 其他等等 觉得犯罪 有 过着犯罪的生活 都是理所当然 大家都这么做 但是我们却因为坚持 坚持就去把磨岛 所以凡是忠心于主的教会 都是不断受到 撒旦的那个的攻击 但是我们不怕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撒旦千方百计 要蒙蔽 要破坏 要打倒 要欺骗 教会 以至于是 教会呢 真正的教会 不断地受到 很多的攻击 以至于有一首 古老的诗歌 这首古老的诗歌 Himms 这首三战美诗 它的歌名叫做 教会唯一的根基 在歌词里面 它给了那个的答案 教会唯一的根基 就是主耶稣基督 在第三节的时候呢 是有这样的 我尝试唱一唱 所以他历尽了 应该叫你上来 可以我一起唱 你会吗 会吗 好 所以 没关系 所以他历尽了 艰辛受人 计较毁谤 内阵分裂了他身 一段叛逆重伤 神徒焦虑对问 说黑夜到底多长 哭泣几间便歌声 转寻便见晨光 特别是前面上面这边 教会收尽了人家的绩效 绩效至少不会少一块肉 但是严重就是 连命都没有 被毁谤 内阵 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 发生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分裂了 教会分裂 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 其实分裂的是什么 是耶稣的身体 还有那外来的攻击 异端 哇那些真正的信徒 生徒很焦虑 其实你问我 我问你 哇这个黑夜到底多长 有一点点像初期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疫苗又没有 我们又对那个病毒不是太了解 然后MCO 两个星期又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又两个星期 那种彷徨的心 我问太太太 他又问我 就是哇几时才结束 黑夜到底多长 但是呢 哭泣之间变成得胜的凯歌 一下子呢 属灵的晨光 黑暗就结束了 然后光明就来到了 各位 在黑暗的夜 都有结束的时刻 而且最黑暗的夜 就表示 那个的光就要来临了 所以各位 虽然有时候我们的教会 也遇到困难 各方面 但是我们身心 主与我们同在 看啊 主在主日 向老约翰显现 第四节 为什么是主日呢 The day of the Lord 因为耶稣在主日复活 他就在提醒啊 这个荣耀得胜的耶稣 是我们教会的主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啊 这个荣耀福和的主呢 手上拿着七星 并且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之间 后来有讲啊 第十节 解释 七个金灯台 代表了七个教会 当然是指到当时那七个教会 但是七呢 也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 他也是指到历来 直到今天 包括我们的这个的 SLA 是主的教会 耶稣行走在当中 就是耶稣与教会 同在啊 接着他的福活 接着他的大能 接着他胜过死亡 接着他拿着这个死亡 跟硬件的钥匙 挑战中的教会 依然可以更刚强 更稳固 更中心于主 第二 在整卷起输入当中 我们体会到 在挑战当中的教会 从来不是孤军作战的 特别是在第二章到第三章 在下一次 然后接着下去 我们进入这个教会 一间又一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字眼一直出现的 我知道 我把那些经文都列下来了 耶稣说我知道啊 我知道呢 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圣经说他行走在教会当中啊 他虽然复活生天 今天他依然接着圣灵 知道我们教会里面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能够从耶稣的 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里面 就能够看到 从耶稣所讲的话 就能够知道 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深入地去解释 这个起诉的第一章 我们刚才今天所讲的呢 因为当中描写耶稣的事情啊 还有呢 耶稣所讲的话 都会重复出现在 这七个教会里面 有他一定的意思在当中 不是随便讲好听 讲爽的 他说我知道啊 在这七个教会里面 有两个教会啊 耶稣只有称赞 没有责备了 哪一间啊 我们继续以后讲啊 有一间的教会啊 表面看来非常的兴旺 又有钱 但是耶稣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 骂他们 骂得狗血淋头啊 为什么耶稣这么严格呢 我们拭目以待 然后另外四间呢 耶稣有称赞的地方 耶稣也有责备提醒他们的地方 耶稣知道有的教会 很劳苦 施工很多啊 但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耶稣知道啊 这个教会很软弱 在这个极度的people当中 但是他们自死忠心 耶稣说 我赐给你生命的关联 耶稣也知道啊 有一些教会 虽然能够很勇敢地 抵挡外面的people和攻击 但是里面却容易相信 异端假先知 假教师的那种教导 等等啊 以后我们会 一个一个去看 哇 原来主都知道啊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 教会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确实 各位如果有一天 耶稣要约翰写信给我们教会 他对我们的评价是什么呢 最后 耶稣在异象当中 向这个老约翰来显现 他绝对不是为了要自我 炫耀一下 你看 是啊 以前我是很 碎头 现在你看我多威风 绝对不是 耶稣也绝对不是看到 哎呀 约翰很惨 百般无聊 在荒岛里面 没有WhatsApp 没有IG Instagram 没有Facebook 没有YouTube 要更加 哎呀 这么无聊 我就显现一下 跟他讲话一下 也不是 耶稣也绝对不是显现一下 让约翰看到 哇 以后约翰可以自夸了 你看 我有这个超自然的 属灵的经历 我的灵命是多么的高超 也绝对不是这样 耶稣向约翰显现呢 是因为 他要在异象当中呢 错付约翰 把启示录写下来 所以这个说明一个真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 我们都很渴慕看到神迹 我们很渴慕看到 超自然的这个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教会 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记得 每一个超自然的 属灵的经验 每一个的神迹 一定带着一个使命的 不是只给我们爽爽而已 领受越大的神迹 领受越大的属灵的经历 就有越大的 一个属灵的使命在当中 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教会充满神的恩高 我们的敬拜赞美 都把我们的身心灵提升到 好像在天堂里面 我们都尽力要把 圣经讲得明白 这些其实都是属灵的经历 就带来了一个的使命 神要我们把救恩 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和远处的人 传福音 宣教 做社会的关怀 属灵里面的 彼此相爱的团契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即将要进入 启示录器教会的一个的影源 但是也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根基 在我还没有结束 祷告之前 我就让大家来看一些的图画 但是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宣告 主啊 你是教会的主 我要跟你同行 你引领我们 你是教会的主 你是教会的这个的头 这个就是今天的巴默岛 今天巴默岛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圣地 一天不知道多少个 那种大大两的游轮 在那边 把那些游客也好 朝生的人也好 一个一个 带来一大批 已经成为很漂亮的一个旅游圣地 各位巴默岛 之所以为什么成为一个朝生的地方呢 是因为非常特别 除了巴勒斯坦以外 巴默岛是耶稣在地球上 第二个显现的地方 在这个照片里面就会看到 在山顶那边有一间的修道院 是纪念这间的事情 其实呢 在这个要上山中间那边 有一个山洞 据说 约翰就是在这个山洞里面 看到这个启示录的种种的异象 山顶刚才我们看的 就是这个的修道院 非常漂亮 然后在这个修道院 其实有一个的楼梯 慢慢走下去 就走到中间那边的那个的山洞 在山洞外面 有一个启示堂纪念 约翰就是在这边 领受耶稣的启示 然后这个洞 就是约翰当年 看到异象的这个洞 七个金灯台等等 一些 等等 要去吗 以后我们有机会 一起去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再一次宣告 你是复活的主 你是生命的主 你是那个 曾经死过 但是活过来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主 你手上拿着 这个死亡跟硬件的钥匙 你才是那个 能够决定我们生死的 那个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有生之乐 我们认识你 以至于我们能够 从死里面 被你拯救过来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并且在今生 有主你的同在 引领 你的平安 跟喜乐和保护 都随着我们 我们感恩 让我们从这个 起书的第一章开始里面 看到当时的教会 是处在这么 这么极端的 软弱 极度的 卑微当中的时候 你依然掌权 因此我们宣告 你今天 依然掌权 你依然在我们的 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家里面 甚至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在整个世界里面 你是那个掌权的主 我们再一次宣告 也把一切的荣耀 尊贵 赞美 都归于你 奉靠 耶稣 基督的名求的 Amen 来我们给 上帝热烈的掌声 我要请 敬拜他们 来为我们唱 结束的时刻 哈利亚 如果有什么回应的 你可以上前来 敬拜赞美团 Amen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上帝 这个世界怎么样结束 他一五一十的 在这个圣经里面 给我们诉说 还有给这个 叶翰 叶翰的使徒 叶翰明白 看到将来 所以上帝就是 起初和 永远的上帝 起初和末后的上帝 上帝就是 那位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隐藏的 除了天堂 那些东西 我们完全不 不能完全明白 但是在世界上 一五一十的 都让我们知道 Amen 哈利亚 当我们唱 这个诗歌的时候 我们开放 这个 吉他 如果你有什么 需要的 上前来 我们的讲言 会为我们做代道 大家一起上起来 唱这个 哈利亚 哈利亚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等待 是的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寂寞 我的帮助 从你而来 上帝是我们的帮助 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上帝是我们的主 上帝是我们的医治 上帝是我们的父兄者 你与爱总是不离不弃 你与你的人 我的父母 礼亚 我们的父亲 在我地人面前 每次灭水 百事也行 在我地人面前 使我的父母满意 与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昏昂 你的梦念几年 你我说你的言 使我领受风险点灭 哈利利亚 弟兄姐妹 让上帝的爱 上帝的领导 上帝指引 耶稣的礼物永远跟随我们 还有圣灵团契 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什么事要上前来不难的话 上帝祝福我们过着 弄福的 弄福的周末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在下个星期重样时间 来到敬拜上帝 朝鲜上帝 谢谢你们 奉耶稣的名求 祝福人都没有花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北赴 我要向高山举步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声的尘埃 只能翻求到你命运的游泳 可知不如你不停 灵敏一条红楼 在我的面前白色游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